哇,那头好大,哈喽大家好 哇,这个头为什么这么大 那个,我们今天更新一下 我也没想到会有继续更新奇葩味泡经历的这个合集 反正以后我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一些 就是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啊 然后去不定时的更新一下我之前有过的这些合集吧 就如果现实生活中发生了这些相关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奇葩味泡经历 就是这个事是发生在我之前的那个长期 他跟我说他想搞对象之后 然后我就又用Tinder来着 当时其实有聊几个人吧 但是这一个人他是 就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人他是一个金融男 就是其实我周围搞金融的不多 几乎就很少 我认识了金融男其实到现在可能也就一两个吧 然后他们给我的感觉 其实就是我对金融男可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我觉得他们的脑子 他们的逻辑是跟正常人不太一样的 就是会 他总能触碰到一些你觉得特别新奇的点子 所以我觉得搞金融男的 就是你跟他在聊天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会很有意思 然后再其次金融男其实很大男子主义 就是他会 感觉就是那一种觉得女人都是工具 或者觉得女人就是一个 你知道一个那种感觉 反正金融男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利益 利益最大化 然后非常的看在乎成本投入的那种状态 而且金融男给我感觉挺玩开的 这是我之前对金融男的一个感觉 是这样子的 在亲战上跟这个金融男聊天的时候 没有特别多的感觉 但最起码我是可以跟他一直进行线上聊天 直到见面的 其实我有打算近期去出一期视频 去告诉大家说 在Dating App上跟异性聊天 有的话就现在避免去说吧 因为真的 我最近发现在Dating App上跟异性聊天 他们说的很多话会让你瞬间下头 瞬间觉得就不想再理他了 所以我会出这么一期视频 让大家来避个雷吧 好吧 然后接着说回来这个金融男 就是他算是我当时聊的这几个人中 唯一一个我觉得我可以跟他线下见面的一个人 后来就约见面了嘛 但是他问我说 那个你是想去酒吧 你还是想去海彪 他当然喜欢海彪 然后就跟他说去海彪 但是其实我看来去海彪也挺远的 我就跟他说了 如果那去海边不是有点远 他说没事 他说他开车来接我什么的 我说那OK那我带酒 但是其实我在跟他见面之前 跟他的一个线上沟通中 我能感觉到这个人的大胆的主意 就是他发信息的一些语气 以及一些措辞吧 会让你觉得这个人会有一点点命令人的感觉 就是金融男的那种大胆的主意气息就挺浓厚的 但是我也觉得无所谓吧 因为就我还是抱着一个想法 我会觉得跟金融男在一起聊天会很有意思 所以我就去跟他见面了 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 因为当时见面他坐在车里嘛 我看不到他站起来的样子 但是我见到他的那一个 就坐在车里那个状态的话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是一个非常average的 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男的 就是他被我的审美划分为是普通人的那一类 很正常的打完和很正常的长相 不会让你讨厌 也不会让你很有好感的那一种长相 就是非常average 然后no offense啊 但是我会觉得无所谓吧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我不是一个非常看长相的人 所以我还是会有兴趣说去聊的这个人去跟他聊天的 上车之后我们一路上聊的东西 让我感觉非常的 也不叫累吧 就是那种很平淡的聊天 就是我俩一路上聊天的感觉就是像 你在一个social场合 跟别人social的一种状态 但是又不是很尴尬 但是又不是很自然 反正就是去海边的路上在车里跟他聊天的状态觉得很奇怪 而且其实都是我在带节奏 后来到了海边之后就 我们就找了一个地儿然后就开始喝酒嘛 就喝酒聊天的过程中 其实这个人还是愿意跟你聊的 就是怎么讲 他不会像车上那种就是一定要我去带节奏 一定要我去问一些话题 他才能去聊一些东西的那种状态 但是我跟他聊了聊之后 我当时就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兴趣了 就是他就完全被我规划为普通人 无感 原因就是我们两个人其实聊了很多东西嘛 包括一些对社会上的一些事的看法呀 然后感情观呀 婚姻观什么的 他给我的感觉 他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男的 他比我小两岁 然后他竟然其实是很憧憬婚姻的 反正当他跟我说他憧憬婚姻的时候 我当时就 我对无语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结婚 为什么你想要结婚啊 甚至你想要有孩子 然后他跟我说 想要结婚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就是他会喜欢那一种 比如说忙碌了一天了 他知道家里有人等他那种感觉 以及他跟我讲 就是他会喜欢 比如说在外面应酬合多了 然后回到家有人照顾他 他知道有人在家里等着他的那种感觉 他很喜欢 然后其次他跟我讲了一个观点 会让我觉得二无语 他跟我讲的就是 他觉得就是如果你结了婚之后 你的出轨成本要比你搞得像之后的出轨成本要高很多 所以结婚其实是束缚一个男人出轨的一个形式 他需要这种形式来束缚自己的行为规范 所以他想要结婚 这个也让我觉得 好吧 反正就是我们在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 我们俩在所有方面都完全不是一个 在一个频道上你知道吗 所以我其实全程都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 去问他一些问题 因为确实我很少就接触这一类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我其实大部分我的圈子我的朋友什么的多少都会跟我有相同的一个价值观或者是一些想法的 但这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且他的这个工作环境和圈子跟我也完全不同 所以其实我后来是抱着一种比较好奇的心里去了解这一类人的一个状态和想法吧 后来酒喝完了之后时间其实也不是很早 他就说要不是走吧 我说可以啊 然后我当时其实默认的就是你把我送回家呀 因为首先这个地儿真的离家里很远 就是从我家到那个海边开车一个多条石 然后再其次就是 对于我而言就是 咱俩这一晚上聊完天之后 咱俩没有任何共同点 所以我认为他应该对我也没有这么多异性方面的好感的 你懂吗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今天没有事做 然后出来打发打发时间聊聊天什么的 然后就回家了 我是这么顺想的 然后完了之后那个往车的方向走的时候 他就问我我能亲你一下吗 我当时立刻马上我说不行 我就开始躲就躲开了 然后后来我身上想不通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想亲我呀 我说咱俩没有任何共同点啊 你这样你对我还能有好感吗 就很显然对于男人而言就是 想要亲一个女的事 你想睡一个女的 其实是不需要很多好感的建立的 反正当时就会让我觉得 天哪这也行吗 我肯定是不行啊 我直接跟他说说 我说我肯定不行 就咱俩完全没有任何共同点 没有任何共同点 这个完全我对你就产生不大好感 我就这么跟他说的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我说的有点太直白 就当时我已经在那儿无语了你知道吗 然后再后来最最到的事 就是上车了 上车之后一开始我觉得可能 可能就是他想歇那么一两分钟那种 然后我反正在车上坐着那儿待着 后来我觉得不在这儿啊 我说你怎么不开车呀 他说他喝酒了不能开车 说那个路上会有人查 我当时心里就一早说呀 我就不跟车里跟你在这儿坐着了呀 完了之后他又说那个 他还有一个家在海边这个附近 他说你要不要上去坐坐 我直接就说我不去 我太无语了 就是反正就是他这一系列的举动 都让我对这个人完全完全完全觉得去你大爷的 就首先就是 其实说白了他早就想好了嘛 就是去一距离远的地儿 然后附近还有住的地儿 就顺理成章喝完酒就跟我啪啪啪 他是这么想的 然后但是大哥你也不看看现实是什么样的呀 就是正常给我感觉就是 两个人不行 就是双方都能感觉到的 然后没想到这大哥 还会觉得我会同意给你啪啪啪 而且最傻逼的就是你作为一个男的 你正常情况下 这么远的地儿 你是需要送这个女的回家的呀 不管你们两个人什么状态呀 说白了就是 你一个普通的 一个朋友什么的 这种情况你都会送一个女生回家呀 又这么晚了 又他妈逼这么远 人家给我来一个 不能喝酒不能开车 那你他妈走干嘛去了 反正我当时就觉得 真的他妈不算一难的 真的我当时就是这么觉得 然后我立刻马上我就下车走了 就是我当时感觉的是 他会以为 这么远啊 大老远了他又不送了 我就会接受他的提议 跟他回家 但是我怎么可能呢 我不乐意就是我不乐意啊 然后我当时就下车 我就打车就回家了 然后最最最让我无语的 就是这大哥 等于就是我快到家里 有会还给我发了个信息 我他妈连看都没看 然后转天又给我发了个信息 我立刻就把他给删了 你知道吗 我就会觉得 什么人呢 反正在我看来就是 我能理解你的部分行为 我也能理解你当时就是 可能开车就是会被被查 但是正常情况 你可以叫带家呀 或者你可以打车送我回家呀 因为毕竟你的家 也不光是这边一个呀 就是你懂吗 就是我会觉得 你当时做这个做法 太不像一个男人了 就怎么可能 就是因为我拒绝你了 不让你亲我 或者甚至当你得知 你不能搞我害怕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那就是算了呀 我把就做完你 干嘛干嘛去吧 我也不管你 怎么怎么着了吧 那真的是再见吧 我觉得这个人他的 最起码在我看来 他的这些行为 连跟我做朋友都不配 真的 反正我个人会觉得 这种人好奇葩 因为我没遇到过 我第一次遇到过这种 我其实无法评价这个人 因为我没遇遇到过 这一类的人 我只能说 他完全不在 跟我在一个世界里 我也不想去理解 这一类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 反正 就是这么一个经历 分享给大家 对啊 所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真的对于男人而言 不用有什么好感 就可以睡吗 就反正 我以后会远离金融男的 不好意思 对啊 OK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有什么看法 可以下方留言 那下期再见 Peace 可以下方留言